可爱的日本漫画天竺鼠车车 这段时间在大人那一间 现起一步就好了 相对也会想起天竺鼠的民众比赞 但其中需要注意的重点非常多 除了环境的需要有够大以外 他们在他们方面也需要无限量的提供 因为他们是不能摇摆的小动物 当时没准备新鲜的素材水果 也是不能缺乏的 加上天竺鼠是团体生活的小动物 如果民众打起一只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背影 主要是环境的话你要够大 那像是你饰养一只天竺鼠 基本上要60公分乘以60公分 至少要这样的大小 去做衡量你才可以可能养天竺鼠 那再来就是饮食方面的话 主要是他们牧草为主 主要是用牧草来做摩芽 他们是容易胀气的一个小动物 所以他们没办法吃太多骨类淀粉那一类的 所以他们可以吃的就是尽量都是少量 那像是他们喜欢吃这种美生菜大陆美 也是尽量都是少量为主 都是不要不要不要太吃太多 天竺鼠是非常冷静的小动物 就算身体有多于不爽快也没表现出来 通常被发现的时候都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拿车想要吃的民众 要每半年就定期来检查 当然需要注意他们提供的变化 那天竺鼠的话因为他们其实 因为是群居的动物 所以像以前他们在外面群居的话 如果是个体生病的话 他们比较会忍耐 因为他们容易因为他们生病 疾病的状况可能哪里疼痛啊 如果这样的话容易被群体的一起抛弃在那边 容易这样子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冷痛的程度到 他们已经发现他们生病的话 到那时候已经算是特别严重了 所以建议的话还是半年到一年 之间做好健检身体健康检查 现在因为蚌肉的主寸非常发展 所以最好的在吃正前要做好功课 必须要开始吃的时候出现问题 同时天竺鼠熊关的小团跟帮展 买赛来领用天竺鼠 够得民众用领用来代替购买 但新闻郭博弈拆讯不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